你還沒有拆到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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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活動是由紀勇市政府 原住民族婦女公海協會共同主辦 以及市議員成民建服務署 施持之下邀請了 紀勇市的原住民家庭報名參加 這個非常有趣的 親子樂樂棒酒活動 可以讓全家大小親子 共同來參與 一起在陽光下揮灑汗水 達到運動健身 增進感情的目的 父母親跟小朋友都人手一擊 這樣的互動來講 就越來越鮮少 那我借助這樣的活動來講 希望大家能夠走出 那個室內 然後走到戶外 因為像現在疫情的關係 大家運動的時間也越來越少 曬太陽的時間也越來越少 那我是因為這次的疫情 有深怕是說 惶恐是說這次疫情會影響到大家 但是我是覺得現在的疫情 也越來越好了 越來越降低了 所以我才要辦這樣的活動 那因為這次呢 我們基隆市政府大力的支持我們 以及陳明建市服務處 也大力的支持我們來舉辦這個活動 那這次也希望大家能夠 家長跟小孩能夠開心的玩 而開幕提議上也有輔會代表 立法委員蔡適應致辭相挺 另外有意參選選舉的參選人 也都到場為原住民的親子活動 來加油打氣 那大家知道棒球是台灣之光 也是台灣的國球 那透過這些優秀的小朋友的 下一代現在的熱誠 我相信未來在台灣的職業棒球 會繼續發光發熱 那這個地方本身也是 信義長期在推動 大五輪棒球場改建的一個區域 那這個部分 是我們在跟經濟部水利署 還有教育部在做共同的合作 那信義就這個目標 會繼續來努力 讓基隆有一個更好的棒球場 過去棒球 尤其是哨棒的部分 只要有不錯的成績 往往會得到非常大大家的關注 跟帶動整個運動的風氣 所以今天雖然是參加一個活動 但是其實我最近 已經跟棒球界的朋友碰面過幾次 我還親自去參訪了從藝高中 那我們的方向就是說 未來其實可以針對基隆 某個或某一兩個 比較有條件的學校 然後把未來基隆市的精英 大家來集中起來 然後來組一個很強的 類似像基隆市內的一個明星少棒隊 原住民這一塊 今天辦了第一次的這個樂樂棒球 而且是富佑 這一起來 這個對基隆來講 對原住民的生活的關照 我覺得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相當的有意義 我們非常鼓勵這樣的活動繼續辦 而且原民喔 因為他們的議員來講 他是等於相當不分區一樣 七個區都有原民存在 所以他們能夠以這個地方做一個種子 開始基隆有這麼好的場地啊 所以我覺得這非常值得來推行 非常值得來推廣 所以我們希望他繼續辦下去 對於富佑這一塊 不只是基本的市民 原住民我們一樣照顧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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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